各位朋友,我們剛才UGR調查委員會開了一個閉門的會議 有關工作的進度和未來的工作作出討論 基本上我們有結論就是現階段由於我們第一階段 在搜集證據和有關證人方面 工作上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雖然我們在過程中未必或未能夠找到太多有助的證據和證人 但在第二階段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有關我們日收日上的證據 是作出一個歸納、討論 然後希望在第三階段作出一個草擬報告 在過程中我們也曾經討論過是否應該引用立法會的法權條例 授予的權力傳召證人 亦都曾經考慮過是應否是傳召或是邀請律政司司長 就有關的判決是作出一個解釋 但是過程中經過討論之後呢 我們都認為是不需要這樣做法的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會由秘書處安排 做了一個有關現有證據和證人的證供的一些歸納和資料研究之後呢 我們下一步會再開會應該在兩個月後左右呢 就會再有關的內容作討論和作出一個總結 基本就是這樣 做法是有计划的法例吗 我们有计划了 做法例吗 但是我们不能做法例 我们必须去过程度 在研究上的发展 等纪念和权料 之前我们要考虑什么 那我们必须去做法例 然后我们必须去做法例 所以我们也在看什么 你会想到这些组织的组织会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的组织会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 我们将会进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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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订查 我们将会进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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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组织的组织 and comparing a report based on those conclusions. 我們的確是有同事要求我們終止 但終止的做法是要按照我們自己本身工作的計劃 和我們一講的慣例就是要做足整個程序 就是有關 即使是小的也好 任何有關的證據和證人的口供 我們作出一個歸納 使得有任何可以作對的判斷 然後再根據程序向內會報告 再向大會報告 為何我能不能夠詳盡地公佈 但我只能報告我們的結論就是我們認為現階段 是不需要用這個特段條例 或者是要傳授SCA上來的 若果迫在此所為處角色是指出的 你現在說不需要一些豎盤普通的 Yin 反應部分能夠接受嗎 cla提高質疑嗎 本身的出讲是禮用locks 淨的靈的 punt是酷吧 因此可能要礙扯的那個程序 檯對合作的成語 非是怎麼得 freeze 主席 是 如果用一個例子 我們大家慣常都見過那些trap mill 那些跑步機 通常停的時候 都可能不是只按紅鈕 馬上停止了 而是按那個鈕 是在cool down的 我們現在是按了一個cool down的鈕 其實基本上就是 將我們現在現有需要的工作 進一步進行了有關的程序 關於歸納和總結和草兒報告方面 才可以正式交代我們所有的責任 才完成了這個委員會的工作 我們預計最快會有兩個時間 容許被輸出的同時 就有關現有的資料 現有的證據 作一個歸納一個總結 然後容許委員再召開會議 就有關的總結 作一個討論 是否每一項的細節都有意見 然後我們可能在下一階段 就做草兒報告方面 所以報告階段也恐怕需要 逐字逐斷去審議 所以我估計最少可能有兩至三次的會議 才能夠完成了這個委員會本身的工作程序 好嗎 我想最難當然是我們得不到任何有關人士的協助 或者合作 就我們那幾個議題 包括是否有任何申報 是否有任何利益衝突 是否有任何稅收的問題 都不能夠得到有關的文件 證供甚至有任何人士 是願意作供的 變成我們基本上 只是有一些在坊間上 傳媒上所有的資料 是作為一個藍本 但我們沒有任何一手的證據 當然這個是委員會自己再決定 但現階段我看不到委員會會走回頭 是將我們本來應該是在第二階段 做一個搜證或者傳召證人的階段 是再重複地回頭做 我理解應該是一般來說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資料 去作出一個總結和歸納 我想由於今次這個召集 是一個所謂情不情的方式 並不是我們經過正常的 由有人提出動議 只關於一個專責小組去做 甚至加上有專責的特權條例 去傳召證人的權力 那情況之下 一般都是比較困難 我們每個人都有經驗 是類似這種程庭的會議 可能都是成效方面 是有一定的阻滯 我只可以說 這是一個政治上大家的判斷 因為大家是沒有通過有關的 那專責委員會 沒有通過有關的特權條例 所以我們恐怕只可以 而是逼於我們有的能力 有的辦法去做 其實我們還未完成 我們還是需要進入第二階段 有關的證據討論 以及作結論的 但是至於說有什麼感受 我想回家做完之後才交代 好嗎 好 謝謝各位 謝謝